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再复制一个 也许我当然再贴上一个好了 假设我用这个来修改 然后Random的话 如果我的半径 特别是半径是乱数产生 如果我今天希望产生一个10到20之间的乱数的话 10到20之间乱数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就不需要输入的 特别是这一行我就把它注解 注解我习惯我就Ctrl加斜线 这样就注解掉了 其实前面加个锦字好了 不过Ctrl加斜线很快 因为它直接就可以按一下 Ctrl加斜线就是取消注解增加注解 如果你要多行注解其实也都一样 反正Ctrl加斜线这样直接多行也可以 多行取消 所以Ctrl加斜线这个还蛮方便的 那如果要产生一个乱数的话 你就可以A等于什么 利用Random里面的一个什么方法 它里面有一个叫Random R 这边有一个Random Rant也可以啦 不过我习惯用Random Range 为什么 因为Random Range跟后面我们要写的FOR违圈里面那个Range 其实概念比较接近 所以我有时候不喜欢多学不一样的东西 一下记这个一样 逻辑一样的话比较好记 那Random Range里面的话记得刮乎之后 如果我要产生10 逗点到20之间 10到20之间 特别说你后面那个数字记得要是21 这个10是初始值 21是停下来的地方 就是不执行 所以特别说如果你知道0到20之间的话 那后面这个数字请你是要加1 所以它这个时候10到20 就是这个数字要加1 其他都一样 好那这样子的话 它就帮我产生10到20之间的数字 那我一样可以把这个值呢 喂给它 那它帮我产生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那执行的话 这个面积呢 它就自动会出现 但是你想说老师那乱数产生的吗 那我如果说今天需要怎么样 也顺便帮我输出的话 那待会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直接在后面 再串接啦 不过其实我刚刚讲过 如果这个person 这个person 他的面积用什么 他可以不只输出一个变数 比如说我今天格式化这个嘛 那后面的话 我也可以再另外一个格式 我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格式跟字串串在一起 就是面积为 这个就是将来变数的格式 他会把这个变数放进去 所以你执行 第二个的话 我们逗点 后面假设是说 我今天那个乱数的半径 那我半径的话 可以再把它加到这个半径 因为它乱数产生的啦 所以我也希望说 看一下半径是多少 半径为 那这边的话你可以 假设是整数的话 你可以person d好了 那也就是我这边有一个 一个这个格式 是格式这一个 这个的话是格式后面 所以你后面的话 你可以第一个变数逗点 第二个变数把它加上去 后面记得 如果两个变数的话 记得把它加一个小瓜糊 这样子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这里面呢 会有两个格式 那我在person中间后面呢 也会有两个变数 那它将来执行的话 会帮我把这个 放到第一个格式里面 就是小说点第二位 再把这一个 放到这个格式里面 这样输出的话 其实结果看到的 也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这部分特别重要 其实你用person 去做那个格式 这一招其实还蛮方便的 而且用到的几率还蛮高的 我们帮他执行一下 所以你发现呢 它格式完之后 就会刚好是 如我们要的 有没有小说点第二位 他就帮我把这个 放到这边来 那A的话呢 刚好格式为整数 这个第一的话是整数 那就帮我把结果 放到这边来 OK 所以就可以做出 有没有的结果 那你会发现 半径是11 基本上它一定会是在 10到20之间 绝对不会超过 OK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跑 它一定都是10到20之间 所以random 特别注意 以后蛮多地方会用到 那我们可以 input这个random之后 再利用random 点random range 给一个范围 这个是起始值 这个是起始值 这中始值 加1的值 意思就是到这边的前面 到这个为止停下来 不要再输出了 到21就不要输出了 就输出到20为止 好 那利用同样的方式 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利用random range 帮我输出什么 那个大乐透的模拟开奖程式 OK 那模拟开奖的话 基本上呢 如果大乐透的话 它的号码一定是 1到多少 49那就50嘛 对 就如果说你要输出的是大乐透 但是呢 会有 有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对不对 所以先输出6个号码 最后一个是特别号 好 当然如果你现在还 不会拍成的回圈的话 那你当然变成输出一行 输出一行 输出三行 一直输出 最后是特别号 总共可能你需要输出7行的程式 但是呢 后面呢 其实下个礼拜 本来是下个礼拜要讲的 那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如果说你不需要 不要说分成好几行输出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 类似像这样的方式来输出 那我们可以跑一个4回圈 因为如果说你不会用回圈的话 你变成说你要print 然后呢就是开奖号码 第一个号码 第一个号码 第二个号码 然后一直输出 但是如果说你会回圈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输出第一二三四五 就是前面几个是开奖号码 后面的话是特别号 所以我这边把它print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把它print的结果 你会发现 它这边开出来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呢这个开奖的结果 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可能会有重复的号码 所以程式其实还蛮简短的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当然第一个先开出号码 第二个的话呢就要解决什么 解决如果它里面的号码有重复的话 那我应该让它重新再找一 重新再帮我重新找那个没有重复号码 可是如果没有重复号码的话 哇这个就非常的头痛 所以当然之前本来只有写到这里 后来为了说要解决那个没有重复的问题 结果后来就把它改写了一下 就写成这样子了 OK所以其实原来的程式 上面可能要多增加什么 重新再产生一次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重新产生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不会有重复的号码 不过这个可能就麻烦多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等一下先试着就是 把那个刚刚面积部分 让那个Random Range Random的部分先帮我产生 用那个Random 里面Random Range 那也许这个面积 现在我现在是10到20之间 所以是21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用Person的方式 方便的融合在一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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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